突然一拳就挥了过来 这名帽子男直接在店内 朝戴眼镜的男子动手攻击 还把人打伤 对方脸上见血 还是用英文用录影的外国观光客赶快离开 原来打人的男子在尾随泰国籍女子 戴眼镜的男子是郑一哥 上前制止才遭到殴打 在社群软体上惊吓破文求助 赵未遂的泰国女子直说有人跟踪他 向他害怕 事发在五号晚间 满是观光客的台北市西门町 这名男子沿路跟踪被害人 不满被郑一哥制止才会动手打人 由于警方到场后 冲突双方都已经离开 只留下被跟踪的泰国女子 也把他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 原来他在抖音上有3.5万人追踪 尾随的男子则自称是他的粉丝 只是不到24小时 他又在西门町被另一人跟踪偷拍 六号晚间又有男子拿着手机 沿路偷拍这名泰国女子 当时有好心路人上前制止 吓得他躲进旁边的玩具店求救 请店员帮忙 他就拿着手机然后跟我说后面有人跟着他 打算就是把那个女生先留在店里面 然后把铁门拉到别人没办法进来的高度 请他在里面就是一起等他朋友来 当时店家把铁门拉下一半 不让对方继续靠近 只是连续两天同一名女观光客 居然被两名不同的陌生男子跟踪 也幸好两次都有好心人出手相救 TVB的宣传吴军伟关系泰国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en TVB的宣传吴军伟关系泰国道